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推荐 您想喝什么味道 我想喝一个果香味的酒 比较特别一点的 那你一次唱的 那您想不想尝试用中国风格的酒 它自己看 中国风格的酒 对 有中国的味道啊 中国的一些食材啊 产品在里面 你推荐哪一款 你可以尝试这一款 叫雪花和丹沙 我可以编凝做酒为您讲故事 好的 好 谢谢 这一款里面有沙鸡汁啊 然后还有一些吃醋子 然后有一些中国的奶酒啊 白酒啊 在里面 哦 还有奶酒 对 好的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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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先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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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ü 停 对 嗯 我们这边有一些人,他们可能会喝威士忌,然后喝一些Brandy 但是呢,我这边同样有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来尝一下中国的味道 我这边大概有五六十种中国的酒 我希望给他们以鸡鱼酒的方式啊,还有纯饮啊,还有一些tasting的方式 品鉴的方式,让他们尝一下中国的味道 而白酒呢,只是中国的一部分,但并不是全部 我这边有不同的一个种类,可以慢慢的品尝 我可以给你尝一下这个,这里面对,其中一个丰美,然后尝一点马来酒 这个马来酒是哪里尝的? 马来酒是内蒙古,然后它是高度生流过后的马来酒 这个有45多 所以这个档应该是北方的 这个北方,但是我们小时候的人啊 对 对 北方会多一些,像现在会比较少 因为现在就是食物啊,选择性很多 还有外来的那种商品啊,都已经很多了 这是我们童年很很小的时候 当地人,当地的小朋友吃的一种 这种蛋啊,这种好好的东西 可以尝一下这个沙地汁 这沙地汁真的是北方会 这个是马来酒,然后这个是沙地汁可以尝一下 这个是不是,呃,应该和苏人一样的 一边喝酒,一边喝酒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没有,当地是没有这种酒和饮料混的 不是很多,现在也会有一些混的 那传统的话,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会喝 白酒的话,会春饮一些白酒 可以尝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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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完 喝完 对,这个没起来会有种奶香的味道 但喝起来它还是有一股白酒的味道 对,对,对 喝什么香 这个这个是叫龙颜香 龙颜香 这个香味的酒,不记得到水吧 好舒服,这香味的这些 我啊,我比较有才华 哈哈哈哈 是因为我本身喜欢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后呢想说把一些,呃,我的当地 就是传统我当地的小众的酒啊 然后还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结合到一块 希望大家能在,不是很害怕白酒的技术上 也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味道 对 嗯,你们有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白酒的一个牌子 我们正准备在做 嗯,我们正准备在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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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把这个白酒品能清理去 也不说说白酒品 而是我们正在准备我们一个 呃,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产品 对 对对对 最上面一层呢全都是我 我用一些周围的白酒 然后浸泡一些水果的植物 做的时间 然后呢这上面大概是有一到两年的一个 一个浸泡时间 一到两 对 所以上面的酒呢 平常都是一个人只能喝一杯 然后呢 加冰后的唇饮 酒精度在四十度左右 然后,因为它比较少 因为我都做的事情 也不是只能做一部分 所以呢,这些酒制 只是想说分享给不同的人 让他们都能尝到的味道 但是,我们会大量的卖 所以呢,每个人只能喝一杯 就,一人只能喝一桶的一杯 不会过多,不会见头 那么,我们就能喝一杯 嘴 厨汉 喝一杯 我会有很多的水果 就能喝一杯